跳舞啊 唱歌之类的都不会 朗诵之歌也不会 跳过拉丁舞 拉丁舞我们看看好不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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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他来一段拉丁 对 好 对 特别好 可以 哇 哎呦 水 哇 哇 主要是歌调子会对啊 对 哎 你说你这个才艺就不斩 不请你为我们的这个企业家跟你一起来跳一段吗 你太不会整合职员了 你想整谁呢 对 你想整谁呢 非女舞后 谁啊 赵小叶 他那么高 我这 这个世界很沉重 比比谁高 来 把话筒给我 来 随便吧 随便吧 我我往前说你往后退一下 然后我再往前再往后退 对 对 好 开始 你往后退 对 好 行了 哦 赞吧 对 对 对 好 行 行了 对 谢莫 你也真敢上了 我其实 我都不敢 刚才把小叶姐请上来的时候 我是为你捏一把汗的 因为是我们最不会跳舞的人 但是她来了之后 真的是她是一个加分店 她对于那种女士那种绅士 还有的话 她会教我们小叶姐应该如何跳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小叶姐你什么感受 我就觉得这孩子是低开高走 刚开始的时候把她有些表达让我们觉得 就其实我们也不是不喜欢你 我们觉得好玩 就我们喜欢逗她开始 对 但是后来她那种 其实她有一种非常质朴的 让你觉得就跟自家大纸子是吧 那种感觉 简单 对 特招人喜欢 她就像装老程 对 特别可爱 谢谢啊 谢谢 谢谢 来 我们进入人物心理投射分析 这位选手的话呢 特别好玩 因为他画了一个孩子在放风筝 天上有一个太阳 他还给自己的头顶上啊 来了一个遮阳板 都说明他内心的依赖 所以这就说明 他和成功形成了一个先明的冲突 所以我问这位选手 你想要获得成功 你做好准备了吗 你为什么不花两跑车呢 因为我想要的不是跑车 其实我对那些浮华的东西 华丽的东西 其实也不是那么太看重 我就是想证明一下我自己 什么是浮华和华丽的东西 真的是宝宝啊 真的是个宝宝 住别墅开好车 你这还不叫华丽吗 没办法 我问你的西装还不够华丽吗 你说没办法是啥意思 因为可能现在作为创业者 虽然不太成功 但你第一印象必须要好 可能你没那么大实力 但是我为了和你一块交流 一块合作的话 可能你的穿着打扮可能会那么点浮 你觉得你帅吗 我觉得一般 颜值打多少分 60 那么低啊 那郝鹏真的是个宝宝 我跟你讲啊 在内舞台上不能说假话啊 不管他是对的 你确定你的颜值打60分吗 他打多少分 对我打多少分 你60我打半 对比一下 我们这里是可以有负分的啊 打80啊 哎呀 这个太吸引了 刚说你的歪 我跟你讲 我和你讲 别说他们 我都想吐了 来 把你身上的皮 卖给他们其中的一位 那个老板 周凯元是吗 对 好 周老板 我看你挺有气质的 我觉得你可以穿这件皮 试一下 没有 我就40分 就40分 我觉得人靠衣 叫马靠安嘛 你人每个人都是要靠衣服 穿着 你意思就是我真的是40分 哦 不 不是 我觉得像您这种成功人士 像现在出去办公呀 做什么 当然需要撑个场面 我觉得这件皮 最适合你了 我们不需要产面是吧 我们都很真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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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就是个宝宝 就是说 从你的面试 不管感情观还有什么 当然你这个年纪是OK的 就是说其实他如果真的是一个成功人士的时候 你在解读他的时候 他并不需要外表了 你只是说 你看 你的这个每次都是这样的服装 然后颜色很浅 你在我们一些场合 比如说跟朋友聚会啊 或者说什么的 其实你需要这样的一个东西 你要引导他 对 我觉得其实你 你不应该跟我讲 这件皮衣的价值 而应该讲他的这个 一些改变的东西 对 我可能觉得有可能会打动我 我感觉整场的 这个面试的过程中啊 你一直在尝试用自己 不擅长的方式 来展现自己的能力 有的时候 这个反而会给你减分 我觉得你自己有什么 你就拿什么 这个你现在还年轻 我觉得没必要去 装得自己很老长 这个面试用 我感到对了 试用 我感到对了